富龙飞站出来 富龙飞就是个骗子 他我发现 他姑娘已经许给好几家人了 你俩定娃娃亲了 你和富龙飞 对啊 你儿子比富龙飞女儿大吗 大一点小一点无所谓 只要是看中了人家的颜值 得换一下基因 我们有请刘维老师初恋 你吐槽我 你为什么每次照相 我给大家模仿一下 你为什么一直摸脸 那手离不开嘴 你感觉回答一下我没有啊 因为这个这个手是从而来呀 没有这 这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无脸对总觉得脸上有缺陷 喂喂 以后照相别别捂嘴 你要自信一点好爱你我答 下一个 吴嘉诚吴嘉诚你在哪里 我吴嘉诚 我我看不到你你太黑了 哈哈哈你笑一个 我在叫我好亮 好亮 哈哈哈你 你为什么跟我拍戏的时候 你还是摆两度了 为什么进来这个节目以后 你就突然间变那么黑 我这一用黑的画黑的 没有小五掌握了 进入娱乐圈的真谛 在你没红之前一定要先自黑 哈哈哈哈哈哈 对 静姐帮我回答了 还有佛心萌 哥 杰迪 你为什么每一次跳舞都在滑水 哇 不要以为我们看不见 哦真的吗 他每次在滑水吗 他没事 他有一个特别他自己的动作 还有多地 每次 我示范给大家看 他每次都要 哈哈哈哈 这个是自己的feel 哦 哎 不容易被谈计刺给我站出来 哈哈为什么 你们两个年纪亲戚 这么会跳舞 这么会唱歌 哎这是就长得帅 为什么 哎呦这个好凡尔赛呀 你让我这个前偶像还混得下去吗 哎呀 我喜欢我喜欢这种吐槽 我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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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要再给我面子 赶快退下 我喜欢你叫吐槽 我我吐槽那个谭剑刺一个 好人 我可以吐 我吐不快 谭剑刺是所有21位哥哥里边最爱补妆的人 哎 化妆化的最久的一个人 我们那个化妆店里多的看谭剑刺 谭剑刺永远都在补妆 哈哈 以至于我的化妆时间都化完了 他也得给我再戳20分钟 哈哈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化妆费太贵了 我得补回来 哈哈哈哈 萌龙 道哥 我想问你到底可不可以下次表演的时候不要眼睛整那么大我没有 哈哈哈 羽毛龙 怎么了 给我们狠一个我们看看暴躁的状态羽毛龙来一个暴躁 羽毛龙生个气发个脾气 我生气很吓人的没有你大喊你说我没有明道我跟你说你跳下来他就生气了那还别生气了哈哈哈我爱你们 但眼光说一千都一万其实我们还是爱你们的啊我们是爱你们的爱你们 呜呜呜 对啊我刚其实那个情绪是控制不住的 因为我真的我知道 我排的人说人家多痛苦 因为我一个人排 我是在第一次的 别解释你就是谁做的男人 你不用解释 第一次咱们面试的那一间 我头一台画面就在我面前 嗯 然后再回看我的妈 我们七个决赛了 对啊就根本不可能 然后一直压一直压 我刚情绪实在绷不住 嗯 我醒醒我把我的那个 水给点了 把它缝起来别哭 没有特别想 但是他情绪就上来 你只是用这个情绪 也就是用这个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情绪 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 但哭也没事啊对吧 这就是自己的情绪释放了 你去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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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呢 我最想说的一点其实就是 说的一点 因为在追光的路线 好多哥们 他哪人呢 不是 你也不知道 他哪人呢 他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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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河北 这不清楚 河北的输入 河北的输入 好 谢谢 好 不要再咬手 你咬得干真的 你是吃啥 你都吃进去对不对 有些难吃的我租出来 还好你吃这个 你不要吃这个 嗯 那这个好吃还是别热 别热 那你就不要吃啊 你去吃别热了 随时随地都吃不到嘛 这个是配色 那你的指甲长啥样 深深的就被咬掉了呀 首先有请 不好吃啊 好我们来看 今天晚上吃火锅哥 我要吃肉 油 哈哈哈 辣的不辣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 A组的刘维和我们的三逆 来有请 欢迎 都要接受我们现场 三百位观众的 评审投票了 刘维还带着礼物来呢是吧 我带着礼物来呢是吧 我带着礼物一下 刘维是不是带礼物了 刘维是不是带礼物了 正在哪 没有我不是带礼物了 加油 我没有要拉票 但是我想说几句话 行不行 可以 就是我觉得哥哥们来这个舞台 从来不会拿舞台开玩笑 但是舞台经常拿我们开玩笑 哈哈哈 所以 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最遗憾的 应该是吴嘉诚 因为他其实准备了一首歌 没有表演 但我不是为了博德同情 你们可以不投给我 但是我也不是 我是真实的想为小五打个歌 因为他刚发了自己的新专辑 吴明导 然后送给了每个哥哥 然后为什么没有送给我呢 然后他他今天要唱的歌呢 叫做神秘 大家会唱吗 你说你给不了的是那爱的生命 爱的生命 对我讲了 小五 我这种歌也送给你 老天爱被小孩 老天爱小天 老天爱小五 小天爱小五 小天爱小五 哈哈哈哈 大家一定要支持每个爱音乐的哥哥 真的 哎呃 是啊 今天自己说四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因为像晚会 是不是 是啊 对啊 今天 是的 春节联欢晚会 对 夏甲就在做到个孤独 对夏甲又睡着了 孟杰是舞蹈专业的 对 嗯 夏欣 她特别可爱 嗯 特别能吃 真的 演员我呢 就比较深的 真的 是吧 扛得住我 嗯 嗯 每个人都发出面群的 每位 搞点纸 这种 沈哥 你是不是要去四周间 啊 你去啊 我也想去 你不想去尿尿啊 我也想去 有人要去吗 还有人要去 我要去 这么快去 我先不去我在这边坐着 我应该最有感触的是铁皮房 因为那是我流汗最多的地方 但追光学院里面让我记忆最游行的还是那个 洗澡间 他的水 要不就是能够冻死你 要不就是能够就是跟烫猪毛一样的热水 然后睡觉的时候直接冷 对 就是小伙子睡两个 两个回望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其实不管你问我几次 我都还觉得是跳重声 哼 印象深道不想去回忆 哈哈哈 我真的没有夸张 我真的胃痛 我的打击的意思不是说做不好 我的打击的意思就是哇塞 怎么居然有一天我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最感动的其实还是在我跟近次那次两个人的舞台 因为有个配合动作 但是在表演的时候 他在抓住我脚的那一瞬间 是心里真的觉得有个好的兄弟在舞台上陪着你 感觉真的很好 我说的那就是道哥 在生命的长河里面 结识一位这样的大哥 我真的三生有幸 小丁的拥抱 其实他们每次给我的拥抱 都是累积在我心中给我的温暖 包括他每一次见到我 就是总是拉着我 挨着我的任何一瞬间 我都觉得我终于有一个弟弟 应该是艾夫杰尼的在舞台上 那个让我感动的哭 因为杰尼是一个说唱 在我看来rapper的精神应该都是很狂荡不禁 可是我看到一个男人 一个可爱的花园宝宝 为了去营救自己的队友 那种着急 他一直在抖动着衣服 还有还有很有节奏在抖动 跟着他rapper的节奏在抖动 留下了真的泪水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真的是被那头当队长那天 我觉得那天是改变了我命运 总是怕大家会既定的觉得 我是来搞笑的 通过这个节目我一路走下来 我觉得我已经感受到 大家对我舞台的爱了 我也特别希望用快乐作为一个首尾 但是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十八岁男孩拥有的 任务 幸福 勇力奋斗的精神 因为我这样在初五台是倒手提 对吧 是的 有机会告诉大家 我还开心 有机会告诉大家 我还开心 我还是个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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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了 干嘛了 笑成小样 来 龙龙来 那我拍了 哈哈 那我们就用 Vivo直接 来来来 哎 我们就有啊 胡下不见了胡下 胡下不见了胡下 来 留 哎这个谁 辛苦 你的脸不见了 来 进来 哎哎哎哎 这个 能震撼到 所以所有的歌都能震撼到 胡下不见了 从一开始 今天怎么说你是 好 有没有最好的云 有 海 这是有没有 从一开始 传个铁瀚铁瀚 武王老父亲 武王 来吧来 则传 couples 老父亲 上次我 这个姐姐她还会拉掉了 哈哈哈哈 好 好 我觉得谁会这样这个呢 说不准吗 来50块钱 5块是吗 说10块了 你还是让人告诉我吧 我觉得全哥会赢 虽然我没看到我打 我打了 我打了你了你就记得给我俩50 你你你你爱龙背是吗 那样啊 行 好 诚哥没关系 没关系 明年帮你赢回来 哈哈 咚咚 咚咚 看他跳那舞了吗 看过 帅 还有个什么动作 相当棒 小丁你的肩膀好像都可以 特别软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比别人平软 对 就这个你练 基本功拉伸 对 他的软巴你软 他跟你你练中国我说基本功 肯定也会拉伸 你哥哥 那30年前的事 平衡 废了 现在这个程度已经 没30年也得25年前就稍微远 现在早就比他 那个肩转会特别 现在这身衣服的名字是 草原最美的花 蝴蝶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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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飞扬